各位麦子圈的同学大家好 这一节主要讲解Document Provider的相关的细节 Document Provider主要是作为应用程序管理的文件 或者是用户设备上其他应用程序的接口 它允许其他应用程序导入打开 上传或者说是下载文件 应用程序可以导出或者移动文件 到我们自己扩展的共享容器当中 它主要是作为其他的APP 或者说是自身的APP 进行文件的这么一个共享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来建立一个demo Extension fs-pennover 然后接着呢我们要建立一个Target OK我们激活它 当我们激活其中的一个的时候 它这又自动的给我们建议了另外一个fire provider 然后我们先同样激活它再来详细的讲解 然后首先我们来看到代码部分 第一个我们自己建的一个fire provider 它主要讲的一个类呢 就是继承UI document picker extension view controller 然后这是第一部分 然后仍然是有三个文件 增加了三个文件 另外是一个相关的一个说明 然后它这又建立了另外一个文件提供 我们先讲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是干嘛的呢 它主要是一个UI的一个作用 当我们需要进行文件的相关操作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这个相关的UI来进行相关的操作 但是它的后端的像真正的这个文件的操作 我们可以借助我们这刚才建立的第二个fire provider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第一部分代码 在它的UI部分呢 它这有一个按钮 然后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打开一个文件 然后现在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负类 它的负类有这些操作具体是什么意思或者怎么作用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第一个 第一个是dismiss 那么就说明我们是关闭这个UI的时候 它会调用的一个作用 然后至于我们在这个调用的时候 传入的这个UIL到底是干嘛的呢 我们稍后再讲 我们接着看第二个函数 就prepare for presentation in mode 这个是起什么作用呢 那么肯定就是prepare 那么肯定就是我们在新建这个初始化这个UI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准备工作 接着呢我们再看一下document picker mode 它这个又是指的什么呢 这是一个only valid after prepare document selection in mode OK 它都是has been coded 接着我们看一下 我们对比着看一下最后几个 第一个它是原始的UIL 另外一个就是存储的一个URL 我们先回到我们自己的类里面 首先我们想一下 这些文档操作有哪些 文件操作有哪些 文件操作有哪些呢 那么肯定是由导入 导出 还有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下 导入导出 上传下载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们有这四个文件相关的操作 导入导出 上传下载 当我们导入的时候 那么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原始的文件 我们预备准备导入的文件 得相关信息呢 对不对 当我们需要下载的时候 那么我们是不是需要 我们就不需要原始的信息了 对不对 我们就需要 我们从服务器所获取的 那个文件的相关信息 并且我们有可能会在本地 创建一个障位服 来表示我们需要把某个文件 下载到这个地方来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刚才看一下 所以说我们比方说我们这些原始的URL 或者说是预备存储的这个URL呢 如果你在当我们是在导入的时候 那么可能就这个原始的URL 那么就是肯定是有有值的 它就不是为Near了 如果呢 你看我们这已经写了 包含这个URL 是拷贝的 如果这个模式呢 是 导入export to service 其他的呢 就是一个Near 是空的 所以说这些值 它会在这四个操作当中 有些值它是在某种 某种模式下是空的 有时候它才会有值 所以说会根据每一种不同的情况 来进行相关的处理 接着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从UI讲起来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还是干嘛 我们再把它写下来 当我们打开 当我们从某一个 从我们其他的一些 host的APP当中 打开某一个选菜单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会选 打开我们的这个文档提供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传入一个模式 我们是以怎样的方式 来打开这个UI的 在这个地方会调用 因为我们在进行文档的 文件相关的操作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根据这四种 四种不同的操作呢 出现不同的UI 我们看一下啊 根据文件操作的种类呢 可以出现 可以定制 定制不同的UI 然后我们接着看一下 这个有哪些模式呢 首先我们这有什么导入 然后打开 或者打开 其实可能就是导出吧 也可以算作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export service 然后接着是move to service 就是上传下载 然后我们 我们可以在这 接着如果 如果一般来讲 我们所提供的这个扩展呢 如果条件允许的 我们可能是需要支持这四种操作的 但是如果你的 Document Provider呢 只支持其中某一种呢 那么如果 也是可以的 但是比方说你的 你的这个操作只支持一个导入操作 那么我们在 以导出的形式 打开这个UI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扩展是不会出现的 就像我们之前所限制的那些 我们可能有一些定制的选项 比如说像我们在 info p list的里边呢 也可以非常的完整的 出现一些非常定制的选项 在这定制的选项当中呢 你可以在 我们平时在查询这列表当中 非常详细的列出了这些相关的值 我们所支持的操作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表示 我们的这个扩展是支持这四种操作的 当然你可以去掉 只是其中一种 或者是某几种 然后还有同样这些 像什么文件的支持类型呢 也是有的 然后 我现在把话题再插开一点点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文 文件的类型 这个地方 它这个地方的词叫做 public content 我们先写在这个 最下边 public.content 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 简单的讲解一下 大家可以去查询更多的资料 以前我们可能知道一个 mime 那么我们已经说有文件的类型有什么呢 有x 有text的html 或者是mp j 什么jpg jpg 就png或者图片之类的吧 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但是我们在 在苹果这个地方呢 它可能又出现了另一套东西 你比方说 它的最顶层的 最顶层的东西 就叫做public 然后点content来表示 支持所有的文件类型 接着可能会就会出现一些 public.txt的 那就是指的 就是指的一些 txt的这种 文件 文件的类型 它可能就 也许它可能就包含 html或者之类的了 另外也可能有一些多媒体的类型 它的这个分类 就跟我们之前的mime 是有点类似的 现在我可以带领大家 在网上搜索一下相关的信息 我们在这个地方找到了 在苹果官网的开发官网上 非常详细的描述了这些 public.txt 或者是text editor 或者是sourcecode 这些非常详细的区别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 我的意思是 它们以便来区分 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填入的这个值 它到底是代表什么 先到此为止 我们接着进入我们的代码部分 我们在这个地方 当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会将我们的URL 在这个地方存储的URL呢 把这个地址传回 回传到我们的host app 同时呢 我们的自身的代码的运行 周期这个阶段就会结束掉 在这个地方调用 调用dismiss ok 然后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其他部分